很想跳舞和跟著的beat去韌 這款是比較chill的 不是硬橋硬碼的跳舞beat 但你也會配合你的舞蹈 這次沒有跳舞 我今天很緊張 我也很緊張 當你新人這樣做好不好 嘩 又再loop一次新人 好值得 其實為什麼會改名的 是不是那些風水東西 是風水東西 剛好老闆找了一個改名師傅 去看看我們全公司藝術的名字 好不好 剛好看到以前陳嘉欣的名字 原來做娛樂圈很容易有車禍 我都很驚訝 我問了媽媽的意見後 就一起決定改名 而陳嘉欣本身是你的真名 真名 那改了這個風水師傅 有沒有指點兩句 叫做葦璇 然後就天旋地轉 她知道我是想做一個唱跳歌手 她就特意加了一個船字 希望我在舞台上去旋轉 然後她也寫了一篇文 有些題點 因為我也有給二汶看 這篇文 二汶說 最後那幾個字很重要 是鹹養女德 如果做到鹹養女德 那就會更加好 下一首歌陳偉璇 推出的就叫做鹹養女德 那寫歌方面 既然是第一次自己用廣東話 去填詞 想表達的是什麼呢 或者本日鐘了是何時走出來的字眼 本日鐘了是我寫完整首歌 Jany問我你最終想帶出的是什麼意思呢 我就覺得是以前那次已經完了 就是那個迷惘或者不開心的自己 又或者可能2020年對於大家 或者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很迷惘 比較無助的一年 然後我會想著 怎樣可以在這些壓迫的環境下 令到這個懷疑我自己的自己 繼續可以生存下去呢 那我當中最喜歡一句的就是 分析點對點 差枝風魔琴尼燃 創八家碎片 裝飾筆的一片天 就是我可能這些不好的東西 或者令到你更加不開心 覺得自己是失敗 或者去不到前面的東西 更加會令到你自己的一片天 是會更加穩固 那個基礎會更加好 因為你已經不會再怕失敗 或者會更加放開自己 嗯 其實你的迷惘是來自什麼 別人對你的評價 還是自己都開始累 我迷惘對於 我不知道自己適合什麼 以及自己喜歡什麼 你說一下你的事業上 嗯 以前就算出快歌的時候 我也是比較聽公私意見 是的 而且始終小 如果你問我喜歡什麼類型的歌 就是快歌 但是又沒有很特別 例如R&B Lofi 不會有聽那麼多類型的歌 然後可以跟音樂人 討論更加深入的問題 以前是完全 我只是聽大家的意見 我就自己去做 好像都有點害羞 覺得你們好像比較專家 我又不敢發表自己的想法 嗯 我會想學多些東西 始終都是前輩 但是那時候真的不知道自己適合什麼 就是真的 現在就 起碼 作曲作詞 或者找J&Y 都是我自己想要的東西 嗯 我那時候是聽了寶琦的那堆新歌 然後我就很喜歡這些歌曲 我就找寶琦 我說可不可以介紹J&Y給我 我們就 聊了一兩次 而且那時候疫情是 不能見面寫過 我們是遙距著寫過 他踹了一個歌曲 之後我就在家裡 跪關在想音樂 和寫詞 然後都是面對面 我們現在好像 那樣是視像 對 視像這樣來做這個創作 所以聽下去 這次也是你 很自主和自發性的一次 是啊 那些迷惘是否一掃而空 我覺得現在 個人舒服一點 不會亂想那麼多事情 反而如果有些什麼想說 或者我在想的 我就直接寫在首歌上 對 個人都會舒服一點 開心一點 用音樂去表達自己 對 那跟J&Y的合作呢 填詞也是一起困出來的 嗯 我寫了一大段給他過目一下 然後英文的部分 他是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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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英文的部分 有些是交給他 整個比賽 我都想不到 原來一個 這個真人秀 是會流這麼多眼淚 整天都是眼淚光題 因為二汶和阿祖 真的很用心地 分享他們的經驗給我們聽 由這首歌製作的時候 你剛才也有提及到迷惘 然後再經歷造星 也都得到不少的支持 你也都自己形容為 經過一場思考的洗禮 我相信你裡面都調節了很多 今天的你 會不會都多了很多信心 或者將剛才所提及的迷惘 都一掃而空呢 信心是多了的 因為我覺得是來自於 我對自己的熟悉 還有 一來都是技巧 可能唱歌和跳舞的技巧 經過了不同的比賽 或者已經出道了一段時間 會了解自己更多 還有可以控制到這個能力 控制到了 現在可以掌握了 拋啊 那又聽到心理狀態了 接著到本日終了 最後怎樣走出來的呢 最後怎樣走出來 我覺得 很有趣 我透露少許MV裡面的東西 是呀 還未有得看的 還未有得看的 29日之後有得看的 嗯 那我跟JNY聊的時候 我可能之後的歌 都會找JNY合作的 然後我們就有想著一個想法 是一個出口 就是好像一幢門 那樣 所以在MV裡面 都會出現一幢門 嗯 我就希望可能 我的作品對於我自己來講 或者其他人來講 在情緒上是一個出口 可以讓別人聽完舒服的 或者想起自己都 可能曾經可以經歷這些東西 嗯 嗯 很想跳舞 跟著的Beat去韌 這首是比較Chill的 不是一些硬橋硬馬的跳舞Beat 但你都會配合你的舞蹈 這次沒有跳舞 哈哈哈哈 因為呢 我不知道在這裡講不講 就是我自己做研究 我發覺沒有跳舞的跳舞歌 不知道為什麼 多些人會用它來排舞 還有教練 等等 等等 老師 我不明白 什麼叫做沒有跳舞的跳舞歌 就是這些有Beat 比較有Groove 的Trill一點的歌 就是R&B type 會多些人用它來 教跳舞 排舞 Cover 但是如果我很紮實地做了一首舞 反而是少些人聯想它 就是更多想像在跳舞這方面 我明白你說什麼了 即是如果你已經有一首舞 就會困住了別人 人家就未必拿你這首歌來排舞 對呀 你沒有舞步 即是可以自由發揮 我就幫你思考 哈哈哈哈 原來你有這麼的詭計在背後 你就想多些人拿來排舞 那我猜 旋旋就應該去看看你們怎麼排 然後可能入端日子之後 我就選一首歌出來 我就跳你們排了那一首 跳你們排那一首 嘩 這個想法很好 OK 那說真的 你真的有這樣的想法嗎 是啊 是啊 所以故意不排舞嗎 但是 因為我當時 我是想著 真的輕鬆一點 沒有想著 很殺死自己 一定要跳那一首舞 我反而 其實我有給阿Ben聽 《全民造星》阿Ben 因為他自己已經跳了一首舞出來 去freestyle 他是覺得 如果那個beat是舒服的話 他們就會自己有很多freestyle的 感覺 很狡惑 算不算你 哈哈 原來就要吸不同人 去跳你這首舞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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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成功了 還沒有 他可以交給他 鎮定 快捉住 超級留言 in 快捉住 他說 快捉住